张云中心的二级教授张云老师 他的讲座题目是 明朝治理西藏中的若干问题 讲座开始之前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张云老师 因为大家对他也比较了解 张云是中国赞云中心二级研究员 学术委员会 陕西师范大学 人文式科学高等研究学院特聘研究员 中央民族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获全国武艺劳动奖 国家社科基金民族学科规划评审专家 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理事 中国人权研究理事会第五届 全国理事会常务理事 担任多卷本赞云中心的重点项目 西藏通史的执行总编 西藏通史的早期卷 吐蕃卷 元代卷 当代卷的合作主编 读著是元代吐蕃地方行政政体研究 丝绸之路 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 统一多民族国家中的西藏 等十余部著作 合著了有原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研究 西藏干部读本等等 他还多次为西藏和市藏周线的有些有关工作单位进行授课 多项成果或国家级奖 曾十次担任中国藏学家代表团 中国藏学文化交流团团长进行出访 所以为了不影响我们就开始 现在就请张老师讲座 张老师您就开始吧 好 各位网友 大家好 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 有关明代治理西藏中的若干问题这个话题 我也感谢西藏文化博物馆 感谢达尔馆长的邀请 实际上开始邀请我的时候 我还是犹豫过 因为虽然我研究西藏历史也算时间不短了 但是对明代西藏历史的研究呢 应该说自己还是研究的非常的不够深入 所以开始还有点 但是想一想 毕竟自己做西藏历史研究这么多年 而且围绕明代治理西藏的话题呢 学术界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我今天呢 也想把学术界的一些研究 和自己研究工作中的一些思考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内容应该说比较多 但是呢 不一定都深入地展开 我想 主要的就想围绕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讲明朝的历史地位问题 这个是几句话就想说一下 表达一些 那第二个就想讲一下明朝疆域 是否包括西藏的问题 这个也比较简单 第三呢 介绍一下招服 就明朝招服并任命西藏地方官员的问题 第四呢 讲一下建立西藏 明朝在西藏建立行政管理体制 第五呢 提一下明朝恢复内地到西藏的遗战 第六呢 讲一下实时明朝在西藏 实时军政管理的问题 第七呢 就点一下 大家可能都有些了解历史都知道的 就是明的查验准时灵通的问题 第七呢 是查验准时灵通的 第八呢 输马作服的问题 就是围绕这样八个问题 实际上也是八个点吧 就是围绕明朝治理西藏这八个点 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然后呢 最后再谈一些相关的问题 第一呢 明朝的历史地位 这个好像非常简单 大家都知道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封建王朝 四季元朝而建立它的结许是清朝 但是怎么认识明王朝 跟当时的 也可以说明朝和明代中国 这样关系问题的 我想在这里面点到的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明代是中国封建王朝 明代明朝不等于明代中国 这个观点呢 可能主要依据 就是来源于谭吉祥先生 中国历史地图集 以及他那篇非常有名的文章 就是历史上的中国 历史在中国疆域 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其实就是中国是多民族 统一国家 中国的历史是各个民族 共同缔造的 在1840年以前 中国境内的民族 所建立的所有政权 也就是中国的政权 所以明代明朝呢 它不等于明代中国 明代中国远远大于明朝的范围 这是我要 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把明朝等于 等同于中国 可能就会引发 问题 第二个呢 我想讲是明朝治理 是在元朝的 基础上开启了西藏治理的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呢 就是明朝对西藏的治理 就像明朝代替元朝一样 具有合法性 它对西藏的治理 同样是继承了 元朝在西藏的治理 所以我们看到元朝在西藏 建立的各项制度 行政区划 采取的各项措施 实际上 是为明朝的管理 明朝对西藏的治理 是做了最重要的铺垫 这两个字 一脉相承 它有发展 但是首先是继承 这个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 不要把美格朝的 对西藏地方的治理 割裂开 这是我第一问题里面 想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呢 可能大家也注意到 有些人呢 把明朝跟元朝相比 跟清朝相比 我们认为 这个很正常 历史研究每个不同朝 所以对比 发现的意图 是一个正常现象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 明朝与元朝 清朝相比 却不可以相互否定 用明朝否定元朝 用明朝否定清朝 或者用清朝否定明朝 等等 也更不可以把 这种对比呢 与当时的统治者 和民族属性关联起来 相互否定 这点 我个人应该 我认为呢 应该引起重议 有些可能 这样不正确的历史观 会影响我们正确的认识 我们的历史 也会影响我们怎么看待 我们的西藏地方 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引子 也可以说是一个题外话 但是我觉得 令我们认识明朝对西藏的治理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 起点 第二个呢 就是明朝疆域 是否包括西藏问题 国外有些著作 也有些人 就全盘附定 认为明朝没有管理到西藏 明朝的疆域不包括西藏 但是我们看看 文献记者 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明朝治理西藏呢 它开启于洪武年间 一直到明朝末年 历史两百多年 这个过程呢 有大量的文献 包括汉文文献 藏文文献等 记载 又把它记载下来 明史志里面记载 就是明朝 讲到明朝的疆域 这是大家可能都很熟悉 明朝的疆域呢 既明朝 东起朝鲜 西去土藩 然后再讲到 讲到这个范围 就是四指吧 东起朝鲜 西剧土藩 南到哪里 北到哪里 然后讲到了 变化 最后呢 我们来想看看 这个西剧谱 土藩 的剧 当然这个范围 两种读法 学术界有两种读法 有的认为 它就是土 土藩 土藩 这个藩子就是土藩 但也有一些学者 认为它是藩 就是平藩 中华的一个藩子 平藩的意思 这个土博呢 认为这个博呢 是来自于藏文 柯的 一个音译 这个西剧 这个剧呢 从文献 字面 和它实际情况来看 它就是战有 也就是西部 明朝呢 占据着 或占有着 土藩 或者土 我们来了解一下 明朝 招呼 并任命西藏 地方官员的问题 我们知道 洪武元年 也就是公元的 1368年 明朝建立 第二年呢 朱元璋 就派遣官员 持招 前往西藏 招令西藏 地方的官员 称属官员 归顺明朝 同年呢 明太祖还派遣 陕西的 成全部正史诗的官员 徐允德 前往藏地 进行了第二次 遭遇 令各族酋长 举顾官 纸经 述职 就让 元朝 任命的 在西藏担任的 各级官员 来 接受明朝的招呼 到 南京 接受新朝的任命 担任 地方的 官员 洪府 洪府三年呢 也是1370年 明太祖呢 颁布了 这个诏书里面 讲得很清楚 讲到了 明朝的 统一战争 以及 中原的 底定 就是他 中原 现在已经 归到明朝的 管辖之下了 大统集政 离树 静安 就是一切 政治局势 都安定下了 老百姓呢 也 正常地过上了 身后 他这里面特别强调了 预先 须先 论武功 以行 绝赏 原 土博之境 未入 板头 今年春夏 负命徐达等 率师 在争 是以报公之 是以报公之点 未及去行 什么意思呢 他说 中原已经 安定下来了 本来 应该做的就是 论武 板头 所以 要派徐达等 率师 再争 等于 把土博纳入 板头之后呢 再行 典礼 就是封赏 封军功 论行赏 所以我们注意到 明太子 朱元璋呢 就在这里 明确提到 因为土博之境 未入板头 所以要派 所以 统一土博 是后来 论功 行赏 一个基础 土博的 统一呢 纳入明朝的板头呢 是重要的一步 是不可或缺的一步 这是他对 元朝 继承的一个 必然产物 接下来 红武三年呢 明朝就派军队 拱取了 今天甘肃的 陶主 民主党 在这里的元朝的 宣慰史诗 都元帅府 就是托斯玛宣慰史诗的 官员们 首领 和索 南普 就归向到明朝 所以明朝 首先 把西北地区 纳入 志向 与此同时呢 当时控制着 乌斯藏 也就是金江 今天西藏地方的 哈姆 书巴 帝西 释迦 世家坚战 之路里面又记载 顾元灌顶国师 张阳 沙家 他在被明朝 封为灌顶国师后 前世入朝 共以佛像 佛书 舍利 这个呢 标志着西藏地方 最大的一个 世俗统治者 就帕姆朱巴 将军建战的 后人 他们归附了明朝 此后呢 各地的大小 僧俗 首领 纷纷的前来首都呢 南京 清风 他们相应的 获得了 各级官员 包括同志 简师 宣为史师 同志 宣为史同志 副元帅 等等 洪武四年 西藏 就是 元朝派到西藏 镇属地方的 镇西武晋王 波拉纳 波拉纳 原是 原是忽必烈的 第七子 西平王 奥鲁兹的后代 携帅元朝 颁发的印信 帅 土博诸部首领 到明朝 纳管 归顺 明朝收缴了 元朝的印信 分别 输于他们 核西卫 指挥 静南 为指挥 同志 并准 遇其 子孙 世袭 收下 官吏 也 属于 先后 所 阵述 当之 黄武的 五年 1372年 顾元 设帝师 南加 八藏波 带领 六十多人 辅南清朝 建 明太祖 表示 归顺 明朝 太祖 封其为 知圣 佛宝 果实 赐 寓印 亦可 他 先后 又 两次 向明朝 举荐 雇员的 土博 旧官 一百多人 这些人 陆续 获得了 任命 五五六年 汉姆 竹巴 的 帝西 千万 四 派 使者 进京 向明朝 举荐官员 在这样的 背景下 西藏 地方 基本上 这些官员 都接触了 明朝的任命 把他原来 原朝 策缝的 印信 上交 朝廷 明朝 就 根据 这样 这样的 情况 就陆续的 任命了 西藏 西藏 地方的 官员 相应的 也建立了 行政 管理体制 关于这样 事实呢 史料里面 记载的 非常之多 比如 洪武七年 1374年 五月 帝师 及土官 欠 弟子 带着 元朝的 印信 来向明朝 朝共 西越 明朝 设立 西安 行都 指挥 史诗 与 河州 收 河州 位 指挥 是 为 政 为 都指挥 是 总侠 河州 朵干 乌斯藏 三位 由 西安 行都市 管理 这个时期 管理 整个 整个的 西北 西北地区 设设 就是我们 今天的话 就是 西北 设设 周县 包括 朵干 朵干 斯 乌斯藏 就是今天 西藏 这三个位 都被 西安 行都市 来管 而且呢 明太祖 在这里 还特别 强调 维尔西翻 朵干 乌斯藏 各部族 各族 部署 闻我生教 尾身 纳款 以常 以常 常 班上 受职 建立 五位 必 安民 安君民 而 实者 还言 各官 恭 乃之 君民 乐业 真甚 假言 让你 比方 地广 民 愁 不立 重镇 质子 何以 宣布 安危 就是 讲 要 设立 重镇 来 加以 管理 这样 才能够 宣布 安危 就是 要建立 这些 军政 管理 机构 实施 管理 在红武的七年八年 逐渐完成了对西藏地方的官员任命和机构设置 那红武八年 明朝最后设置的是俄里斯军民万户府 就是今天的阿里地区 阿里地区 居民万户府 其他的地区相应的都建立起来 也就是意味着今天的西藏地区的招负工作全部完成 就实现了从元朝到明朝的过渡 大家可能也注意到明朝建立在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建立了军政机构 特别是在西北地区设立了卫所 实施了直接管理 或者 利用建立土司 让地方的 土司来 进行管理 在明朝的监督下 但是明朝 在西藏 不像元朝 没有直接 驻扎军队 关于这一点呢 贤者喜宴有一条记者 可以供大家 来参考 皇帝 在给大宝法王 在对话中说明了 明朝 没有在西藏驻军的原因 是什么呢 就本来呢 大皇帝本人 按照本来 按大皇帝本人的想法 在军事方面 要按照 元朝的做法 把西藏治愈 法度的 管理之下 就用军事 来加以管理 建立这种 施主与福田一体的 正体 来振护国土 不过呢 因为法王忍波切 遵照佛法教会 不便出动 汉地打决 这什么意思呢 就因为考虑到西藏地方 宗教凡胜 在宗教的影响下 也可以说 在宗教合一的互动下 西藏地方 顺利地归附了 明朝的管理 所以不必用动用 军队来 直接的 驻军 来直接的 镇守 当然 我们也应该看到 明朝对西藏的管理 在有些方面 和元朝相比呢 还有推进 但是有些方面呢 他又不像元朝 比如说在诸军方面 元朝确实 诸王出阵 直接 驻冲扎于军队 这给元朝 解决西藏问题 当时面临的形势 有一定关系 也临于明朝和元朝 和元朝在实力方面呢 大别有一定关系 当然也与管理方式 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元朝重用的 扶持了撒迦一派 而明朝呢 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多封重见 多个教派 那我们前面讲到了 行政方面 既然西藏地方 是一个宗教繁荣的地方 在明朝时期 那明朝 统治者 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他们在西藏 地方根据西藏地方 宗教格局的状况 册封了三大法王 和五教王 这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我就不用展开架了 我们可以看 提一下 就是这个大宝法王 第一个是大宝法王 他明代的三大法王呢 他里面 提到都有一个 比如说明朝封的 大宝法王是 封给了 嘎玛嘎举派 戒封坛的时候 这里面加了 命其统领天下 施教 那这句话 同样也用在大祠法王的 后面我们也会看到 那这句话意思就给 元朝 策封八四八 为国师 为国师 统领天下实教 就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这个统领天下实教 其实按我们的理解 是 教派 因为他既然把其他教 撒迦派也提到 当然毫无疑问 这几大法王呢 地位有一定的差别 就是大宝法王呢 派的优先位置 明派 明成组 那还有大成法王 我们也看到这个 大成法王是 封给了 撒迦派 我们知道 嘎玛嘎举派 在元朝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支 在蒙哥汉时期 嘎玛嘎举派是 和蒙哥汉 结成了所谓的 共识关系 也就是说 他们之间 形成了密切的 皇帝 和上师之间的关系 而且这个教派 一直也在持续的发展 我们还知道 他这个教派 也是 活佛转世的 创立教派 所以他在明朝时期 具有着重要的影响 并且和明朝 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就要早归顺 就要早发挥 自己在明朝稳定地 提倡地方的作用 所以得到了明朝的重用 那另外一个就是 大成法王 这个大家不难理解 因为他是撒迦派 撒迦派的影响 元朝 达到顶峰 明朝时期 毫无疑问 也具有着重要的影响 所以在永乐的 永乐的十一年 一四一三年 获得了 大成法王的 大成法王的名号 这里面也提到 这个名号很长 最后也提到 令天下施教 四印告 加沙 翻 翻状 安马 散气 出雾 利兹 雅瑜 大宝法王 在这里面 他讲清楚了 这里 法王之间的关系 大宝法王地位更高一些 但是三大法王 影响都比较大的 那另外一个 明代封的法王就是 奉给新崛起的 阁楼派 宗卡巴的弟子 释迦以西 奉他为大慈法王 明朝呢 最先邀请的是宗卡巴 希望宗卡巴 能来朝廷 禁建 但宗卡巴 由于事务盲 宗教事务盲 他就让他的弟子 释迦以西呢 来 承担起 他赋予的使命 根据藏文资料记载呢 释迦以西在 在京期间呢 他还用医药 和传授灌顶的办法呢 为明成祖治好了重病 我们知道 西藏的一些高僧大德呢 好多都监通 一方明 五明 十明 一方明 懂得医学 撒加班智达在梁州 也曾经以自己的高超的医术 帮扩端治好了自己的重病 这也是赢得信任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此外呢 释迦以西呢 还在五胎山建了六座寺院 这些寺院呢 按常常佛教 各路派的 修行此地 修习佛法 把西藏的佛教 那我们讲到这个时期 当然这个不 不是只起始于这个时期 但是这个时期呢 西藏佛教各个教派在 无论是在南京 还是在北京的传播 都有了新的发展 在永乐的十二年呢 释迦以西 他授封了西天佛子大国师 十四年辞归的时候 他带去了藏文大战经 甘州一百零八罕 这是皇帝赐给 明成族呢 他赐以亲自 亲自撰写的赞辞 十六年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就是 永乐版大藏经的 一个起源 就是起点 把这个带到了西藏 那十六年 释迦以西又用 资内地带回的资产 因为他内地皇帝赏赐了 大量的 金银财产 他用那次财产的带回去 在拉萨建立了 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 三大寺之一的 撒拉寺 宣德九年 就是1434年 释迦以西 再次来到内地 到北京朝见了 皇帝 这次呢 树丰 大慈法王 十年 回归 但是呢 不幸在路上远及 在今天青海省海东寺 明河回族土族自治县 在洪花村 那里面有一个洪化寺 现存文物中 有大慈法王 设立他 这是宣德九年 皇帝封 释迦以西 大慈法王 是给的 那个唐坎画像 当然我们知道 明朝对阁禄派的重视 还不限于此 明朝还赤丰 第三是达赖喇嘛 索南加措 多尔之唱 就是金刚 金刚 尺寺之金刚的 这个封号 这个是 达赖喇嘛 最早接受 中央政府 策封的一个 名号 因为格鲁派 崛起以后 持续的发展 而且北传 我国的北方地区 就是蒙古 高原地区 蒙古族呢 接受了 藏才佛教 格鲁派 而放弃了 撒满教 这时候也产生了 达赖喇嘛 这个名号 同样 我们知道 他是由 拿汉来 授予的 这可以说是 护赠 拿汉赠 三日达赖喇嘛 名号 三日达赖喇嘛 名号 三日达赖 同样赠 拿汉名号 但是朝廷 给予的名号 就像有的 大家熟悉的 他是单方面的 是树域 这个事件呢 发生在万里十五年 就是1587年 老庭次 三世达赖 做男家做多儿子唱 来奉禮 奉给印 朝廷白来 还希望他能 朝进 到北京来朝进 那不幸呢 他在 在这路头上 就圆寄了 除了三大法王之外呢 还有所谓五教王 这五教王呢 分布在不同地区 足以 若干教派 我们不宜展开讲这些 大家都应该很熟悉 一边 禅画王 这些封号呢 给他们带来什么影响 可能有人说 这些名号是自虚的 那史实 恰恰相反 没有任何一个名号 是 随随便便给的 或者是给了 没有产生影响的 因为在当时的西藏地方 元朝是我们很清楚 到元朝的后期 哈姆卓巴政权崛起的时候 非常强大的 可以说 权力鼎盛一时的 将其兼赞 他向朝警 请封的名号 他没有自 自立为主 他向朝警来请封 朝警 前一次封他的名号 是司徒 后来又加封 大司徒 在那之后 哈姆卓巴政权 路过了自己短暂的强盛之期后 很快又走向衰落 在相对衰落的西藏地方 来自朝廷的策锋 对各个政教室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是他们 稳定地方 管理地方 上方保健 合法身份 意义非常重要 关于这一点呢 新红室有一句话 就是藏文四书 《新红室》里面有一句话 他是讲到了 明朝赐予 查巴简赞以 金印和禅花王的封号 说到 他的名声 随即在西藏地方呢 犹如夏天的江河一般 请谢奔流 这是很形象的一个说法 但是也比较准确地反映了 这封号 《禅花王》 封号 对他意味着什么 对他的身份 对他发挥 在当地政教两届 发挥作用意味着什么 还有一位 就是 副教王 这个是明 永乐四年 封西藏共决 这就今天西藏 当时叫管决 今天的西藏的共决 共决地方 首领 两次在这一年 然后第二年呢 加封为护教王 他说明的是 这些封 寿命上 决封的这些王呢 他们呢 后代可以继承 但是这个继承 必须上报朝廷 得到朝廷的批准 否则不具有合法性 你史料里面也有记者 有的提出 因为不合法 而被拒绝 那另外一个 还就是战善王 战善王是在 灵藏地区 灵藏生日 六十八二奸战 先受封为国师 后来在明永乐五年 1407年呢 加封为战善王 那灵藏呢 又移着灵藏 在今天的四川甘孜 当时自治住 德格附近 那还有就是 副教王 副教王这一戏呢 他是八十八的 第五代尺孙 可以是 可以是出身 名门吧 持续向朝廷 朝宫 延续着 朝廷 册封的 这一支位 那副教王下下的 许多僧人呢 还不仅前来朝贡 有的呢 还留在北京 担任职务 另外一位职呢 就是禅教王 禅教王是 是西藏的智贡 智贡就是 现在在今天的 基藏莫中宫卡县 职工祭祭 也是元朝 册封的 职工万户 或者原的 移着 比利公万户 永乐十一年 受奉为 禅教王 明知 在册封的时候 明确指出 用其管理 职工地方 实际上 实际上 我们把这 以上的三王 或者五王 结合起来看 三大法 分别是 册封给了 明朝初期 在西藏地方 影响最大的 三个教派 是卡马嘎举派 沙迦派和新兴的 格鲁派 应该说包括了西藏当地 地方最有影响的 一些教派 这个五教王呢 除了战善王 在今天西藏 在四川德格以外 其他呢 都在西藏自治区 其中 谭化王 属于帕竹嘎举 护教王和副教王 属于撒家派 谭教王属于 指贡嘎举派 居是元代以来 西藏地方最有影响的 政教势力 他们的归佛和树峰 是明朝在西藏实施 统非有效 行政管辖的证明 因为这几个是教派 同时 这几个地方 都是 非常重要的 地方政治势力 其中大部分还是 元朝时机 西藏地方的万户所在地 就是他们本来就有着重要的 政治和宗教影响 所以 他们就扮演着 管理西藏地方的职能 政教名号是权力 身份 名誉的象征 接受旅行地方 政教官员 职子 接受管理的 表执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红武八年 明太祖 朱元璋 在一道圣旨里面 他里面讲到 那中书省官 我跟前提 中书省官 我跟前提著 先行都位文书里重来 说乌斯藏 哈尔玛 喇玛 祖尔普世 在那里著作修行 我想修行是好的勾当 叫他 稳便在那里著作 如是人等 修教骚扰 说于那里 那里面官人美 之道者 这是当时的 一个文书 他讲的是什么呢 讲你当时 就是先都师啊 文书里面说了 是乌斯藏的 噶玛派的 初步式的僧人 让他们在那 好好的修行 大家不许去 任何人去 骚扰 就是保护宗教 这是对喀玛派 这给原 其实给继承了原朝 对 撒迦 包括夏璐 等一些寺庙 僧人 给予的特权 就是说 明朝管理系 这样的地方 保护宗教 在这里面 在这一条圣旨里面 也得到了体现 也显示了 皇帝的 权威 第四呢 其实给前面有关的 就是 建立西藏地方 行政 办理体制 我们前面讲到西藏地方的 规附 这个官员规附以后呢 就为西藏地方建立行政管理体制 奠定了基础 所以 明太祖在这道圣旨里面 很清楚的 表达了这个意思 最后里面讲到嘛 其躲干 乌斯藏 以身为 行斗 指挥 史诗 搬受 淫印 仍持 各官 义务 劝赏者 国家之大法 报效者 臣子所党为 拟体真心 拟体真心 一尊纪律 这是要求的 要求的什么地方呢 要求什么官员呢 躲干 乌斯藏 不止不仅是 今天的 阳青地区 直接是 包括了所有地区 特别是 包括了今天的 西藏地区 这个我就不展开讲了 这里面讲到的这些是 明朝对这些机构的设立 这些机构呢 实际上我们一看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都继承了元朝 在西藏建立这些体制 元朝所设的 万户府 千户所 特别是万户府 在明朝 相应的 都得到了认可 这些 所以这个管理体制呢 就是 元朝在西藏 建立管理体制 的延续 同时 结合了明朝 新的管理体制 加以调整 完善 从1996年呢 明太主张是颁 颁发给 军民元帅府 任命元帅 这个诏书就是一个官方任命书 今是俄里斯军民元帅府 命而以元帅之旨 而赏识尽乃心 谨遵纪律 富其不重 使江土静安 恕父真未认自义 和怀远将军 俄里斯军民元帅府 以令硕士公尖 硕士公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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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此 就是任命的元帅 任命书 这个诏书就是个任命书 如果我们看到这些 我们有人还说 明朝在西藏地方没有管理 没有任命 没有管理行政事务 恐怕就很成问题了 那第五点呢我们来 看一下 恢复内地到西藏的遗战问题 我们知道元朝在西藏地方建立了 从大都到撒加的一个遗战系统 在元朝经营治理西藏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明朝 明朝恢复遗战 它的意义不言而喻 实际上也反映了 明朝治理 西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您交通一战的功能 不管是往来交通 它要政令传达 也还包括其他辅助的相关职能 包括承担 赴税 参与等等 要有人来维持 谁来维持 他们用什么方式来维持 25年 1407年3月 明朝总下令 帕姆诸巴禅画王 同护教王 赞善王 比利公瓦国师 就职贡 国师 川伯迁护所 比利多干 龙达 三位 川藏等族 复职一战 以通西域真实 同年 赤都智慧同志 刘昭和明等 前往西藩 躲干乌斯藏等处 设理战区 复安军民 我们看看 到什么地方呢 到乌斯藏 就是今天的西藏地区 设立战区 复安军民 记载得非常清楚 讲得非常清楚 明太族十路 卷88 记载 永乐七年 陕西渡指挥 同志和明 等六十人 往乌斯藏等处 分之一战 还住 你这讲得更清楚 当时讲到了 智力 设置一战 这讲到了两年以后 陕西都指挥同志和明等六十人 前往乌斯藏等处 分之一战 还住 把一战建立六十多人 建立一战 把一战建立起来 他所扮演的这个角色 就像元朝之旗 达斯曼 所扮演的角色 他做的是恢复一战 这些原来 元朝进去 七战的一战的基础上 作为恢复工具 当然一战的移城 漏进了跟元朝 有一定的差别 很多地方一致 也有一些地方 有了变化 有了十二年 又派派遣中官杨三宝 在招持 小鱼 禅画王 禅教王 护教王 赞扇王 及主处大小头目 令所辖地方一战 未有夫就者 昔如 如就 就是 还没有恢复的 要理解恢复 给旧 旧时候 完全一样 在一战恢复之处呢 明天为减庆一战 这个 以马蒸发的任务呢 还余令以蒸发之马 和决马 拨给猜民使用 同时旅途总 发给道理费 路费吧 以解民快 以减轻 老百姓的一些负担 所以自私 道路必通 实者 网环 数万里 无欲 扣道也 这已经非常清楚 一战不仅恢复了 而且 很好的 发挥了功能 保证了 万里 道路 畅通 无阻 这就是朝廷的 政策 也是 明朝管理西藏地方的 具体表现 那我们还可以看一下 明朝怎么来实施管理的 明太族呢 对新分封的 就是新树封的一些 僧俗官员 西藏地方的一些僧俗官员 就要求他们 子今为官者 勿尊朝廷之法 俯安一方 为僧者 勿尊 化道之称 率民为善 以共乐 太平 这讲得很清楚 让为官的要 务必 遵守 朝廷的法律 法位 担负 安抚一方的责任 为僧的 为僧的 出家为 出家人呢 务必要 尊化 尊化道之称 率民为善 对僧 对官员 有要求 对所管有要求 对僧官有要求 明朝啊 对西藏地方 官员的升迁 承洗权力过程中 审批 允准 都享有 最终的决定权 我们也看到 史料里面也记载过 绝大部分 符合程序的 符合法律的 都得到了批准 但史料里面也记载了 有的 并没有得到批准 其中一名一日 洪志三年 1490年 赴教王前世奏句 大乘法王戏之 明朝布许 正德十年 其侄孙 索然奸赞 前世进贡 七喜七名号 礼部许之 前面提出 要承洗 没有批准 程序 可能存在着 程序 或者其他方面的 不完善 不合法的问题 所以没有得到批准 二十多年后 他们进攻 朝 陶景 要延续其名号 可通通得到了 礼部的批准 说明他们遵守了 朝廷的有关徽章制度 大家可能也注意到 还有一些重要的一些事实 随着文献的发 发掘 发现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比如 永乐十一年 一四一三年 不险前往西藏 带去了明成祖 命令帕姆族巴 帝西交还 撒迦大殿 给撒迦派的招数 这个解决了撒迦与帕族之间 长期 悬而未决 纠纷 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 元朝 撒迦派 撒迦地方政权 走向衰落的时候 帕姆族巴政权 崛起 最后的结局就是 帕族代替了撒迦 出现了 撒迦大殿 被 哈族 管理 这个结局 这对撒迦影响 应该说非常大的 那时当 元末 明初 一个动荡时期 等到明朝 稳定下来以后 明朝建立 代替元朝 稳定下来以后呢 就把 这个重要的问题 在西藏地方来说 非常重要一件事 提交给了朝廷 由朝廷来 解决了这一个问题 西藏地方能不能解决 肯定无法解决 因为是两个教派 而且是新的崛起的势力 代替了旧的势力 谁是裁判呢 只有大皇帝 只有朝廷 所以在永乐的十一年 明成祖 就派遣了侯险 宋城等 里面讲到有五百人的 一个团队 到了 雾桑地区 把朝廷的招书呢 送过去 让 大族 归还 三家大殿 给三家盘 把这个招书呢 交给了 把简单收入 最后呢 双方经过 长时间的交组 交绍 协商 终于在永乐十六年 就是一四一八年 二月 在撒迦寺 举行了空前隆重的 前藏人 那就是 藏文四十书呢 前藏人 把撒迦大殿 交还的 盛大庆典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 为了庆祝这个大殿 终于回到 撒迦的树中呢 撒迦派高中重视 所以当众对宾客们的宣称 围绕前藏的人们看到对撒迦 拿金 佛殿的重视 显示撒迦吧 请来的强有力的贵宾的威夫 请你们在撒迦停留 和县里 不失八天 这个县里庆祝活动 举行了八天 就可见这一件事有多重要 对撒迦派 意味着什么 对西藏地方的稳定 意味着什么 因为这个事情 西藏地方没有能力来解决 只有朝廷 能够解决 那这样的权力 来自中央的权力的反应呢 他远不至于此 那大使头将去奸战 他在顶我前面提到了 他在帕州政权的顶盛时期呢 他自己在自己的遗训 就是朗斯世纪史 就是朗基伯迪斯书这本书里 他自己里面讲到一句话 当然这个书是按他们说法 是传给家族内部 密不世人的 今天我们有幸能看到 这部文献 大家想想 密不世人的 传给自己家族内部的 能该说什么呢 可能我们能想到的 说的绝对是真心话 就是为了家族的利益 为了地方的利益 稳定 他里面讲到什么呢 东方皇帝 以前就惯怀我们怕主 若继续惯怀 则应应当遵属皇帝的法令 营肃和城市 宣称 宣旨钦差 就是过去元朝时期 元朝前期 陶庭 元朝皇帝对我们判处都非常的关照 皇帝还继续 新的皇帝还继续关照 我们应该遵守皇帝的法令 来承担起地方 迎接 迎送 接待 朝廷 使者 来传达命令的 皇帝赵瑜的一页使者 来做好这个服务 接待工作 我们想一下 在 帕朱政权的鼎盛时期 帕姆朱巴就告诉自己的 既任者和后代 应该怎么做 就是要尊重 大皇帝 尊重朝廷 当然了 明朝管理的西藏 他的方式 除了上面政治的 宗教的 行政的各个方面的管理之外 也有辅助的手段 就是 以查 制法 就是通过查马贸易 来 调控 这种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 西藏地方 这个时期呢 不管是西藏地方 我国的西北地区 北方地区 草原地区 游牧的 各个民族呢 都形成了 饮茶 的习惯 就是大家有次说的 就是杨一青说的一句话 就是宁克三日 就是现在民间说的 宁克三日 无良不可一日 那杨一青在正的年间 都意识 杨一青 在一个上奏总 他也真的说了 这 以马为客餐 以茶为仇价 实至远移为臣民 不敢背叛 如不得茶 则并且 以四鸡迷子 实贤于 数万家兵 他这里面就讲 什么方式更好呢 就是用茶马猫 以控制茶马猫 掌握马 这个比你 驻扎军队 或者用军队去 讨伐 要强得多 这也可以给上面那一句话 藏文 闲着喜 就开北赶敦 那本书里面 讲的观念 可以映照起来 明早在特定瞧一下 没有驻扎军队 他采取了其他的方式 考虑到利用了宗教 利用了经济手段 实现了不准军 能够实现驻军的 目的或者功能 把这做一个上上策 所以西藏地方的首领 他在跟朝廷的上策里面 也反映了这种情况 也不断地让希望朝廷呢 给予更多的机会 向朝廷进攻 获得差异 当然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个观念 他认为 明朝 给那些进马的 给他报处远远超过了马匠 因为这种关系 是全经济关系 西藏地方这些首领 过了经济是为了博得好的利益 这个说法 究竟该怎么看呢 我们认为 西藏地方的 宗教首领 毫无疑问 需要得到朝廷的经济支持 而且这事实证明 元朝以来 西藏地方的宗教首领 都得到了 来自朝廷的经济支持 我们看到 元朝给撒加派 首领赏赐了大量的金银财宝 明朝同样如此 这不是一些人所理解的 这些人仅仅是为了利益 明朝很傻 人傻千多 好像就是 如果能够正确的认识 这段 这种关系的话 就很容易理解 我刚才讲到了 看到元朝 元朝在西藏地方 驻扎有军队 元朝为什么也要给 西藏地方的宗教首领 那么多大量的赏赐呢 其实明朝 后次的办法 和元朝是一脉相承的 这正是历代统治者 治理 边疆 特别是治理 将我们今天的西藏地方 一个重要的方式 既有行政管理的智能 同时也有经济手段 增强力度经济联系 让这些关系呢 更加的亲密 更好的实现行政管理 达到这样的目标 那还有就是 这我们后面两点 我们不用这种展开讲 比如第七点 就永乐二十年 一四二三年 班达扎实奉命道 乌斯尔沈宴大宝法王 哈里马 就 嘎尔玛 嘎尔玛巴 等于邪巴的 转世领土 这是中央王朝 属次派人 沈宴师父 藏传佛教的 活佛的转世灵通的 最早记载 这个我就不展开讲 因为刚才 大馆 大馆长已经讲到了 赞助一江举办 这个班达扎实一个展览 而班达扎实这个 展览里面 有很多丰富的内容 来呈现 或者反映 明朝 对西藏地方的 治理 而班达扎实呢 是许多 在中间发挥重要的 作用人物之一 那还有一点 最后我要讲到一点 就是 富马 输马 做富的问题 就是说 输马 西藏地方 给朝廷贡马 作为 扳单赴税 完成赴税 这个功能 就履行地方之子 这个功能 在洪武十六年呢 1383年 正月明太祖就 赤于松州 指挥 简释 简释 耿忠 西藩之民 归夫已久 而未尝 则其 共赴 闻其地 多马 一记 其地 则多寡 亦出府 如三千户 则三户 共出 马一匹 四千户 则四户 共出 马一匹 作为 那个 头府 就是作为地方的一个共赴 向朝廷的共赴 履行 书始 起之 尊 尊君 属上 奉朝 上奉朝廷 之礼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通过这个 书马作为来 向朝廷贡献 承担赴税 内地 人承担的赴税的职责 履行 臣民之子 关键呢 是 记载的挺多 后面还有 其他的资料 都讲到 我把它偷黑 这几个 都是这样 讲到的 都被认为 在1392年 竹竹 皆感恩义 增出马一线 得马三百四十余匹 这一次呢 被认为是 有激烈的数字 蒸发 蒸猜发马 后来就讲到 竹藩竹 皆野鞠 野鞠三鞠 涉猎为师 请随书马 二百匹为长辅 王力表示应对 就这些资料 其实 学术界已经讲到很多了 这次资料的 原出处 实际上都讲到什么 讲到这些 书马本身就担负着 臣子的功能 就发挥 地方对朝廷 应尽的 智能 当然这里面很有名的 就原 明代有金牌制 来限制 来限制 当然也有一些 冒充的 对那些冒充的 实际上的加以禁止 也保证 那些官员的利益 政教官员的利益 明朝也采取一些措施 整治这个制度 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 但我们还要讲 最后我们要讲的一点就是 我们能看到 明朝在西藏治理过程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 干清地区 今天的甘肃青海地区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讲到 明朝在这地方 实行的畏缩制度 是直接管辖的 或者让当地徒私人管辖 但是明朝的西藏经营 和西藏治理 甘肌地区 明朝非常重视 为什么呢 一方面他注意到 他在联系西南的功能 就是经营西藏 治理西藏的功能 那还有一方 就给北方地区 怎么让北方地区 来稳定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时候 北方蒙古族 蒙古族 还有其他革命族 向他们信父 藏在佛教 那明朝就 很好地利用了 这一天 大家看熟悉的 青海的区坛寺 包括我们 即将看到的 敏州的 甘肃敏州的 大宗教寺 都给朝廷 有密切的关系 那区坛寺被称为 小故宫 皇帝在 给他出钱来建立 丹青地区的一些 宗教上层呢 利用自己 熟悉内地 熟悉西藏 懂得藏语 懂得汉语 具备多方面的知识 发挥了 在中间发挥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西藏和内地 交往交流 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 这次非常有意思 大家可能越来越看到 有这样的 文物 文献 不断地出现 来重分地展现了 明朝对西藏的 治理 有效治理 我们前不久也去了 敏州的 也看了这个 大宗教寺的背影 也有相当一部分 这个会议中间有很多 专门研究 这个主题的专家 他们都在 来参加这个会议 相信这个会议 会给大家 有 加深大家对 明代治理西藏的认识 那我今天呢 讲座呢 给大家就讲到这里了 讲的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批评之争 谢谢大家聆听 谢谢张老师 那个一个半小时 讲座 内容非常充实 也非常的 对我们也很有帮助 网上呢 也开始也提了一些问题 到时候我们选些问题 请张老师提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 张老师 我们对研究 明代治理西藏政策研究 对于不是所谓的 满猛非中国之说等观点 有什么意义 应该说满猛非中国说呢 完全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来提出的 当然这个大家可能 稍微回顾一下 就可以知道 当年日本回到清华 在研究蒙古族 研究元朝 研究满族 研究清朝 就所谓的征服民族 齐马民族 怎么征服中原地区 所谓的中国 这个一个出发点就是 割裂中国历史 把中国的 蒙古族 满族 和汉族 和其他民族 对立起来 这个在学术界 国际学术界 应该说 站不住脚 站不住脚在哪里 没有说 一个民族 就是一个国家 何况我们中国 历史上 各个民族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 大家的成员 中国很早就 在秦汉以来 就建立了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 就是在1840年以前 生活在境内的 中国各个民族 都是这块土地的主人 都是这个历史 这个文化的创立者 不论是蒙古族 满族 都是中华民族 大家的成员 如果我们要看历史的话 我们看到 明朝修元史 我们看 24史或者25史 谁把元朝史或经朝史 判处在位的 那时候封建 世代夫都没有这样做 所以这个 他那个就 远远站不住脚了 所以我们研究 元朝史 特别是我们研究明朝史 其实我们看到 明朝上我前面 为什么最前面 我讲了一下 明朝和明代中国的关系 实际上我也在讲 明朝 是多民族的一个王朝 明代中国还包括了 给明朝并存的 多个 我们国家边疆地区 和民族地区建立这种政权 这些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 所以我们研究明朝史 同样也有一个这样的责任 对那些 那我们刚才前面讲到 元朝 明朝 之间是一脉相承的 是不可分割的 明朝和清朝 同样是一脉相承的 那我前面讲这话 实际上也是用意语词 对那些 对大家理解方面有所帮助 对那些错误的说法 应该有所 应该保持清新的认识 好的 第二个是 在明朝 就是采取这个叫 多方众见 因俗制异的智藏政策 是否对于清代 智藏政策 产生了直接影响 怎样的影响呢 应该说明朝采取的 所有治理性上的政策 在清代都会持续发生的影响 明朝自己继承了元朝的 一些管理办法 包括行政体制 一些管理制度 但是它也有新的发展 结合明朝自己建立的制度 我们大家说 所谓的明清 加强中央集权 这个制度 对清代影响是非常大的 对西藏 当然我们看到 清代在明朝的基础上 有更多的中华 我们中华民族 统一大家庭的 疆域的奠定 是在清朝奠定 那他就在西藏的治理方面 包括宗教上 也包括行政管理体制方 当然我们看到后来呢 清代做了比较大的一些调整 这给明朝时期 西藏地方发生了一些变化 比如说 整个入藏 和尔多蒙古 经营西藏等等 这些重大事件有关系 那这些事件呢 发生了 以域明朝 在西北地区的政策 是密切相连的 所以要讲到这些政策联系呢 我觉得应该贯通起来看 这也是我们研究历史 一个特别是研究边疆史的一个 边疆史民族史 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像我们研究历代王朝史呢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 经常很多专家 就是研究一个断代史 但是如果研究的西藏地方 或者我们蒙古地区 我们蒙古史 或者新疆历史 边广西史的话 如果我们把它能贯通起来的话 更好一些 我们更可能认识到 它的发展脉络 历史联系 以及相互影响 这个可能是 我们有些做通事以后 才会有的 比较深切的一个感受 刚才这位 后面这位 这个问题呢 因为涉及到内容比较多 我先回答 以上一件 不一定很完整 进攻参考 对 因为那个 这个问题呢 我就综合一下吧 好几个人提的问题 因为说的是 因为明朝是上常元朝时期 下届清朝的时期 那么他可能是 有他一定的这个特点和 所以就说 刚刚您介绍说 他派的人都是高僧 然后也是 原来说都是礼部的 还有朝官 还有这个皇帝的侧击人士 包括这个 我们刚刚要 将来要开会的 这个大致房 班丹扎士 那您觉得 就是说明朝派这些 这种高僧 去经营西藏 可能是将来会产生 什么样的作用 就联系中央的地方 之间的关系的这些 明朝当时派的人 有几类 一类是 开始是一些僧人 高僧有好几位 包括我们 大家可能注意 学术界现在不少学生 我们邓尔玲先生 写过好几篇 智光 宗乐 克星 写了好几位 写得非常好 写得非常精神 这些人物 因为他有 自己身份的便利 也利用了西藏地方 广信 藏能佛教的一个条件 这是一部分人 相当多 包括班丹扎士 也是这样的人 那还有一部分是 宦官 就宦官 他们这些人呢 因为在给明朝的制度有关 明朝重用这些 非常人 他们在皇帝身边 非常受寸 还用了最亲近的人 来去 过去 这里面也出了 散送了很多 包括杨三宝 还有其他一些 都非常非常有影响的 那还有一部分就是 官员呢 普通的西北地区 先归明朝的这些地方的官员 这部分官员 他们也在利用自己熟悉西藏情况 或者边境地区情况的 以特殊身份 或者工作履历 发挥了重要作用 还有地方就是 这些西藏地方 就是藏中 这些干清地区的 前面就这部分有两部分人 一部分是干清地区的一些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 当时的 故事藏人 就说 这应该用今天的话 就是说 那干清地区的藏主 这些先人们 就请他们在这中间 发挥了 尤其好多是 元朝的官员 雇员的官员 当然的官员也包括一些蒙古官员 告官 元朝的一些告官 他们这些官员 那最后一部分就是 这跟他有相关的 就是西藏地方 早归附的又引荐了更多的归附 这些官员 如果我们把这些几个群体综合起来看的话 他们几乎囊括了西藏地方的政教上层 或者说通过明朝这些 这么几个群体 把西藏地方政教上层 全部给官员起来了 所以这明朝 为什么在比较短的时期 短短的几年时期 能够掌握西藏地方的情况 能够很快地实现 由元朝的任命 实现到明朝的任命 这个转换呢 这些群体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他们是功不可没的 当然这些人呢 同样也得到了明朝的重用 相当一部分人 我们看到的班丹扎士 这些人物 他们就输掉了 明朝非常非常的高的利益 你看他都被封为大智法王 大家知道这个王子啊 包括法王 非常明朝警还很非常重要 不会轻易说给封 我们都知道皇帝还 有一个皇帝还自己封 把此封为大清法王 就说明这个 他居然把他这个 这个给他放在一块 那意味着什么 就说明明朝 这个明朝当时的从教政策 与这些人发挥的作用 是密切相关的 应该说明朝初年 实现由战争转向和平 由乱到治 这些群体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因为他派的人 从数量上讲 从区域上讲 也是比较广的 所以这个刚刚你讲的非常清楚 那我们后面几个问题呢 我们就综合一下 因为时间也比较短了 所以我们可以综合一下 这就是说 就是他这个问题可以综合一下 明朝对于藏上佛教和这个 藏上佛教的僧人 采取哪些态度 我们应该如何驳斥 说明宫廷与西藏宗教上层 这种所谓共诗之说的 这样的一些言论吧 共诗之说呢 其实我们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看 第一个呢 我们首先去认识到 宗教界的一些高僧大德 就是历史啊 西藏地方宗教界的高僧大德 特别是大家都熟悉的 我们西藏的很多著作 都是由一些高僧大德 他们撰写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 在他们眼里啊 确实存在这种共诗关系 这种共诗关系是普遍存在的 但是如果把这种共诗关系 描述在皇帝和西藏地方宗教树林身上 就会存在比较大的问题 问题在哪里 他一方面确实有信仰和供养者 就是说你供养者 再也有信仰者 和师者 就是宗教喇嘛上师 他有这种关系 但是我个人看到 比如说元朝时候 我们取一个人物 巴斯巴给忽必烈 巴斯巴的忽必烈有个对话 在那个撒加世纪埔里面 里面有讲 讲到的 巴斯巴就讲到上师年 那个做冠点的时候 应该是怎么做的问题 甚至发生了冲突 几次冲突 巴斯巴的忽必烈 我们知道 关系应该是非常好的一对军臣 但是也出现过几次冲突 那里面记载两件事 一个是要拉德米德 就是僧部和俗部的之争 另外一个就是座位之争 就是说 那做法是 后来 是按时数而说的 参闭皇后 在中间做了一个协调工作 后来说 按你内部讲法的时候 按你应该 巴斯巴做的上位 皇帝做厦门 在平常日常世俗场合 皇帝肯定要再上位 他反映那个什么问题 皇权至上 我们看到的藏文史书 比如说 大使头将军兼赞 写的狼子实际史 里面书里面 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这几个关系 被大家描述为 共识关系的几个 在他那里面 都是管辖关系 讲得非常清楚 因为帝师再高 再高是皇帝认命的 你是听命于皇帝 你的所有的 你看我们看到的招书 先是皇帝照约 然后帝师法旨 如果没有皇帝 赵师 无从谈帝师法旨 地师法旨 马上一冒上来 必须在皇帝 必须在皇帝 这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 皇帝皇权自高无上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看到的 除了这之外 在我看到 比如说清代 那个 乌士达赖了 朝进 顺治皇帝的时候 坐位 乌士达赖了 里面讲得很清楚 顺治皇帝坐在正面 坐在比他高的位置 他自己写得非常久 如果是一个 一个了解西藏历史 一些不论是宗教人士 我刚讲到 乌士达赖了 是了吧 他为什么这样 原原本本的讲这个 这个之间关系呢 实际上反映了 就是一个客观 客观的事实 因为中国社会 就是一个皇帝 就是自高无上的 这种关系呢 被他们描述为关系 但是他们也清楚 这个关系的实质 但我们看到的 大量的档案资料 事实文献里面 记载得更清楚 皇帝就是皇帝 那个臣子就是臣子 包括你第十月吧 包括后来 台南班产吧 你地位再高 你都是有职位的 你都是有级别的 你就是地方官员 你就是地方 非常高的一个官员 就是官员 但是不能给皇帝 向帝并 并驾起去 所以这种强法呢 两方面 宗教方面 史书里面存在这样的说法 但是不符合事实 也是可观的 就是他们有那种说法 但是那不没有反映真实的历史 这是个可观存在的 当然也有人把它 别用用心来复订 中央政府的权威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根本站不住脚 好的 非常感谢 今天呢 我们这个讲座非常的充实 也非常感谢 张老师今天下午的讲座 打个小广告 明天中午还是两点钟 我们将邀请四川大学 中国藏学研究所的 熊文斌教授 给我们讲授是 明代西藏艺术中的 汉式龙凤文样 以阿里三维地区的 遗存为中心 欢迎大家来关注 再次感谢张老师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再次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